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 马一牛说什么话也不足为奇 这个我对华盛顿这位专家 这个说的有点 这个有点有个观点 我感到这个 我有不同的意见 嗯 挺说 他说这个中国政府 现在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走向 这个进行政治改革 我认为这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依靠他政治改革 简直是天方夜谭 好的 谢谢安徽的陈先生 我请线上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 稍等一下 我想先就这个 因为辽宁陈先生特别提到 您的一个看法 还有不同的回应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了平反六四 还有一些其他做法 你怎么回应这位先生 对你的不同看法 对啊 那个陈先生 我想这样怎么讲 就是说 我们常常看中国 尤其我觉得中国人 看中国人也不见得准 尤其外国人 看中国人更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太大了 那我刚刚就讲了说 城市跟乡镇的两极化 非常可怕 还有另外一个两极化 是中央 跟地方的两极化 我怎么讲 就是说 你看十来年了 这个中央 他中央都把好的人才 留在中央里面 你地方的人才 都蛮差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碰到中央的都感觉说 中国好像蛮有希望 可是到地方去就非常非常失望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在安徽 您看到了那个地方的 真的您 你的看法也没有错 可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地方 地方看一下 中央看看 中国能够 一个国家连续十几年 能够那么强大的 这个经济改革 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 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只是说到地方的 还是非常非常需要 有改进的地方很大 好的 另外我也想请教 武汉武教授 刚才有一位 聊你的刘先生提到了 民进党最近对六四的一些看法 我想请你做一些回应 包括了民进党提议 将这有关六四的提案 形成一个决议文 纳入立法院的程序 你怎么看民进党 今年对这个六四 特别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做法呢 武教授 当然民进党 如果表达对中国事务的关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 值得欣慰的事情 因为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是积极要去中国化的 那现在反过头来对西藏问题 对于这个六四问题 他们都表示很大的关心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民进党的关心能够持续 那么这样子两岸之间的这个和解就会更加快 那么两岸之间的和解加快 我相信也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是有正面注意的 那么所以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动作呢 我觉得是应该给予肯定 好的谢谢吴教授 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进入结论了 想请线上的听众观众呢 在接听你们电话的时候 各以大概一两句话很简短的发表你们的看法 台北的李先生你好 请讲 喂 喂 李先生请说非常的简短 喂大家好 你好 这个民进党不民进党的话 您大家想想看嘛 那民进党说是民主的是本土政权 结果呢贪官污吏乱七八糟的 跟中美也呛瞎 直接搞不出个方向来 好的 这个政党可以干什么呢 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下一位是辽宁的关先生 辽宁的关先生请好 你好 请进来发言 喂你好 你好 我认为王党子类 他们搞这个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问题 后边有他们的代理人 美国你强行推行这个民主 你太霸道了 难道你我就没 这二十年我就没看到 你那个白宫前面 或者是国会前面广场啊 能有说八九年六四 那么长时间的集会游行 我不能给 我不想给中国政府说什么话 不过来说 你美国太霸道了 好的 谢谢辽宁的关先生 下一位是台北的马先生 马先生请一两句话 非常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喂 喂你好请讲 我是认为马英九讲的 正好恰当 我认为王党可以请他回去 我是开心不满意 自己想办法 不要在这个 还没有穿过来起的时候 不要在这儿瞎闹 你王党来闹什么 你要见总统 总统 那么就要接点你 还有这个东北那个六先生 我时常听他讲话 孩子 嗯好的 我们也不要涉及人生攻击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的马先生 最后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 赵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呢 中国 中共啊 不可能再搞什么民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正义没有国界 我们人类不是动物 当面对不公正的时候 我们应该表态 所以说你台湾也好 哪个人都在都在表示自己的立场 但是你台湾呢 觉得自己表态是不应该 那么你和人类的感情 有点 距离拉开 距离了能有 好的 谢谢河北的赵先生 那么节目上 最后两分钟了 请你两位来宾 给你大约一分钟做个总结 我想先请武汉的吴教授 尤其是我想最后也提一句话 就是 最近台湾的前副总 吕秀林接受美国之音 专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 他认为六四对胡锦涛来讲 应该是一个机会 而不是威胁 就这个来跟我们做 最后一分钟的总结 好吗 谢谢吴教授 呃 吕秀林前副总统 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是从一个 呃 做过副总统的一个高度啊 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他不太 不会像这个 一般民进党的党员 那样的这句题 那么所以他认为六四 这个时候 六四时期的这个 中共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那他对中共也提出若干期许 我想这个就是因为 站在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那包括像陈菊 回到大陆去 嗯 那么也是 应该是站在未来 他们希望作为一个 国家领导人的 这样的立场 才做着这样的发言 嗯 嗯 好的 谢谢武汉吴教授 最后的一分钟 赵慧补先生 好 那我想这个 呃 还是 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 改革是不可能在归路了 中国 呃 政权为了保持你自己的政权 你只有往前走 你不能往后退 那我刚刚再强调一下两句话 就是这次啊 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 北京的学者啊 跟我讲了 就是说在1958年的时候呢 中国搞了一个生产大妖精 嗯 这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 没想到50年后啊 2008年的时候呢 他们又搞了一个叫 这个社保大妖精 造成了现在 他们比较详细的数字 3700多万农民工失业 那至于那个收入减半的还不在旗下 这中间代表什么问题 就是说 中国啊 中国你你六次你可以抛在脑后 你也可以不道歉 你可以做很多慢慢的改变 可是你地方的感觉 已经跟你中央的感觉 越来越脱节了 你再不改革的话 将来这些农民工就是你 你不要忘了当初 怎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的 这些农民工就是你最可怕的力量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 赵惠普先生 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武汉吴教授 谢谢您 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 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本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即发送电邮的具体方式 距离6月15号国民党主席选举领表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马英九总统是否确定参选 兼任党主席 而现任国民党主席吴博雄 他的意象又是如何呢 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 我们就和大家一块来探讨 国民党主席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踊跃拨打电话 发表您的看法 或是将您的问题 事先寄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子邮件信箱 来信时请著名海峡论坛 另外也提醒您 别忘了经常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上面有更多有关于两岸关系的 及时报导和影响资料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 与我一块主持的中广新闻网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大家